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下竹雀四黑,遇到的是取悦,那就相当于一场CPG vs竹雀了 杂技佣兵,心里前锋,前锋这个皮肤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皮肤还是有点小帅的嘛 嗯,不过感觉它作为精皮呢,好像稍微的不够那么的闪亮,再闪亮一点,就感觉 怎么说呢,差点意思,好看还挺好看的,就差点意思,来我们看这边的话,遇到杂技的话还可以啊 它如果说能够80秒接到杂技的话,我觉得这把取悦能保平,往保平方向走一走,这种其实蛮难赢的,对于蜘蛛来讲 首先它是朱雀的四黑,其次呢,这刀这种其实前中期的一个切智力蛮强的,无论是谁都不太可能出现秒的 大龙,呃,其实这边的话,绝要布蛛丝加速过去了,因为这边不布蛛丝的话,前面这个点比较难布蛛丝 你等到看到杂技了,再布蛛丝,我感觉这边实际上不太来得及啊 就刚才的话,因为看它七十几点蛛丝嘛,其实一连蛛丝,一波蛛丝如果说能顶上来,感觉是有机会能够打一刀的 这个位置,最后一波连上的话,是有机会能打一刀 现在的话,整个击倒节奏可能奔着120秒去了 现在是80秒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一连,两连,追前锋三连,打一刀前锋,前锋这边拉球 但是你真的要追前锋,后续的问题比较大,是什么呢?就是前锋这边,首先我们前不讨论,他这边能不能溜起来啊 他就算溜不起来,你这边交了闪现,把前锋打了 第二波,他这边如果留一些球,前锋这边是拉了一波整球,那也还可以,闪现一刀震慑 刚才我想的是什么呢?刚才我想的是,这边如果你抓前锋,这边前锋,好,你闪现过来,前锋倒了 跑了以后呢,优兵来救一波前锋拉球,然后蜘蛛你这边没有闪现了,该怎么办呢? 前锋卡一个交互点,说实话蜘蛛倒是也可能要交闪现的 不过这边卡锋是选择拉了一波整球 但是取悦既然已经打了这一刀,后面就不会放弃 刚好这边蛛丝也是够,连上来打了 那还行吧,说实话还行,因为前锋他没有二六能力了,我觉得还可以 就看这边能不能拖一拖了 对于球者来讲,真剩的话呢,这个时间点过来就有点早 好,这时间点过来就有点早 吐一口,好,这样的话跟你来,多打一刀 压了一波双喷,不过这个双喷意义不是特别大 这双喷反正要打掉的 再追,好的,过来,这个蜘蛛的熟练度还是高 你把艾利哲说是,就从开始追击到现在的话 感觉你说是融融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取悦的话,赛季末的时候看到高分段的排位全部打蜘蛛 或者大部分都在打蜘蛛,心理学移情给到傭兵 傭兵再来救一波,应该这样,怎么算机子 机子的话,现在 大龙这边修完去补前锋的机子 傭兵这边卡着救人 你还别说啊,这好像机子你说不够嘛 如果说不被干扰的话,他也是够 这边密克要吸引吃一刀 两边拉扯,一定是管那个椅子那边的 他不可能管机子 这管机子的话,待会人都没了 打一刀,好,这边捞下来 死命棒棒扛刀 如果说细节上面 刚才有没有机会翻个箱子 把护臂带过来给前锋呢 这样的话,前锋这边有一个翻窗 心理学的机子能不能亮 进板子了 菊叶这边 主要是没有技能 要有技能他可能会切个失常来保平打 现在话不好说 我觉得好像还是有机会打个四轮开门战 一口没吐到 25秒 当然这个四轮开门战呢 并不代表一定能三跑 因为球者这边 前锋 我觉得这个时候菊叶已经可以慢慢吐司了 就已经只能假设他们机子压好了 只能慢慢吐 打是不能打的 打了的话这个前锋就抓不了了 打了这刀前锋抓不了了 他当时其实听到这个机子的声音 就应该是慢慢吐司了 为开门战做准备 其实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荣若是做得非常好的 他在即使是对面没有好 他觉得你差不多快好的时候 他也会为开门战做准备 这样的话呢 他的一个保平面就非常非常的高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高分段的时候 很多职业学者都说 碰到荣若感觉 对吧 很大的一个优势 你也赢不了 这边的话 一口带走佣兵 然后再切船 送时间上面来讲 我觉得不是特别够 那边门应该差不多快 38 那还好 38 但是这边小铁 因为他手里还有两个护币 刚才开门战的时候 一口土导 好 切船 93 上挂飞的前锋 这边有一颗泥球减速 先管前锋 管完前锋以后再去找 佣兵 佣兵如果能教自己的话 因为这边门已经开了嘛 杂技是能走的 心理学家把那边门一开 心理学家也能走 不用管佣兵 然后他选择什么呢 选择那个 待会佣兵起来以后给一波移情 佣兵满血走就可以了 挽留快结束了 而且就算有挽留 你也得一口蛛丝嘛 佣兵这边是肯定不能管的 一定是先点门啊 这边的话心理学家一定先点门 挂飞以后 就看这波能不能赶过去了 清一下的门 56 挂上 40点蛛丝 赶过去 好像佣兵差不多能起来 挽留时间13秒 起来了 哎呀还是来不及 还是来不及 而且挽留过来好像差不多结束了 最终还是打了一个三炮 我是觉得刚才开门战的时候 开门战之前那波 其实前锋在脸上就不能打了 就慢慢一口一口 就是一口一口吐 吐到他以后 他就让大家起来 他速度也很慢 没有任何球一刀带走 然后切传送 感觉机会要大了 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